馬英九的行程 剛好跟蔡英文衝在一起 我相信本來不是有意 可是這個同時衝在一起 一對照 產生不好 這個不錯的效果 要不然你看像張亞琴 像周一寇 像等等這些 今天如果馬英九單獨行程 沒有蔡英文做對照 那講起來真是頭頭是道 可是當他跟蔡英文 在國外的行程一對照的時候 就發現這些人根本是雙標 而且用高標要求馬英九 用低標要求蔡英文 這是錯的 今天蔡英文是當真正 要高標要求他 他才是台灣所謂的 如果主權代表 結果他到美國巨道 像個龜孫子一樣 結果這些人視若無睹 用放大超級放大鏡 天天檢驗馬英九 我是覺得說剛好字幕其短 那也很好 就看看他們的水點有多醜陋 你講講這個王定宇好了 他就講說 那個湖南省委族旗 是在諷刺馬英九 說你是網紅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是負面名詞 然後就說 他在這個掃墓的時候 這個身為主席講說 這是風和日曆 然後他把這個連在一起 他怎麼講說 蔣經國早就講過了 共產黨嘴巴講的跟實際上是兩回事 講得很好聽 試一下下毒手 所以這個是在諷刺馬英九 是網紅是諷刺是襯犯 我跟你講 我的第一個感覺 王定宇你才是襯犯的 你襯誰的犯 你襯馬英九的犯 今天如果馬英九沒有那些行程 你有這邊這邊搭著他 說三道四 你幾乎每天都講 到今天講出都不三不四的話 你今天如果沒馬英九 你根本連出現的空間都沒有 是誰在襯誰 你是襯馬英九 你在吃馬英九的飯 你不覺得很丟臉嗎 你是眼紅 然後說人家是網紅 然後你才是真正的襯犯者 反說人家在襯犯 你這種言論都能夠出來 我跟你講在舉王定宇 他今年二月忽然間冒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在談說 美國的這個眾院麥卡錫會不會來 他就說 他去年九月他要去訪美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在訪美 他說他帶著九封信 然後一封給裴洛西 一封就是給麥卡錫 忽然間要透露他多重要 他是幹什麼 你自己跑出來蹭幹什麼蹭 然後就說麥卡錫早晚會來 如果會來是今年四月 忽然間變成權威人士 你不是自己也是在蹭嗎 重點是人家馬英九出去 還瘋瘋瘋瘋瘋瘋瘋 你到美國去人家不知道 忽然間我忽然發現 你像個馬仔 你是個牽線的 你是個Blogger 你是個砍狗 忽然間冒出來說莊權威 我知道這個內幕 你不覺得你很醜陋嗎 你在講這種事情幹什麼 你今天同樣的蔡英文 他到瓜地馬拉去 台灣有重視嗎 為什麼不重視 你說馬英九在那邊被兩岸報導 這是紅 你們還眼紅 那你今天蔡英文一個國家元首 到瓜地馬拉 台灣也不太報導 為什麼 他們自己把它當作過境 那時才在過境 他們事實上是要想要到美國 美國它是目標 在中美洲這些國家 不過是拿來給他們搭配用的 你這種情況之下 你出訪的這個性質 好 那最重要的是 王定宇還講說 那個湖南省委的主席的意思 弦外之心就說 馬英九聽話 你聽話什麼都好說 聽話什麼都好做 聽話 馬英九你才能夠聽到共產黨的 好話跟看到好顏色 那我就要用同樣的巨型奉勸給你 王定宇跟蔡英文 你們到美國 你敢大聲講嗎 你敢指出事實嗎 美國對面要講 聽話 叫你趴著就趴著 聽話 叫你當炮灰你就炮灰 聽話 你們把台灣賣了 到時候我們還可以把你們 從台灣救出來 王定宇跟蔡英文 你們就這種角色 你還有臉去講別人 馬英九不管怎麼樣 在全世界都一副要打戰的氛圍 兩岸像一個很可能 爆發戰爭的地方 至少大家其他就去緩和 往和平方向去 你們在這邊說三道四 酸言酸語 看看你們自己有為台灣的和平 對台灣的做了什麼努力 有努力去解除嗎 你們到美國去 事實上就是要當炮灰 在那奉命行事 你還有臉講別人 剛好字步其短 和平是建構的 這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像北歐國家 他為什麼要談一些 某一些建構理論 這個理論我就不談了 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說蔡英文天天備戰 以備戰 那你假如是備戰的話 那請問 請問 你備戰的原則 你備戰的方式那是什麼 而不是說你跑到其他地方講 我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 你為什麼不在台灣本島 或者台灣講 你反而是跑到國外講 還有第二個 各位去看 蔡英文這是訪美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實 美國的白宮 美國的國安會 美國的國防部 甚至於美國的國務院 統統講了一句話 希望 中國大陸 不要反映過度 那這句話 是四個單位 講同樣一件事 我就給各位分析分析 這一次 蔡總統 他到 中南美洲訪問 好 就是拉丁美洲 各位去看看 他行前的時候 民進黨不是 敲鑼打鼓嗎 要到哈德遜 研究所美國智庫發表演講 公開發表演講 結果跟2019年相比 2019年是公開的 到了現在 今天 2023年的時候 對不起 變成了閉門會議 說要見到龐佩奧 龐佩奧是羽潭人 好 龐佩奧沒有出席 這是一個 然後4月5號 各位再去看一看 4月5號搞不好 雷根圖書館 那一場演講 是比照3月30號的辦理 就是變成了閉門會談 而不再公開 那見麥卡錫 還有另外20多位的參眾議員 大概也不公開 就是堂堂的一個總統出訪 就是說 第一個低調可以理解 第二個 就是好像做得偷偷摸摸的 這個算是一個國家元首出訪嗎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回過頭來看 馬英九 馬英九現在他所謂的和平 就是說降低兩岸之間的敵意 他是把九二共四再定義 那希望兩岸不要兵戎相見 這兩者對對比之下 就是說台灣的主流民意 就是希望兩岸不要發生戰爭 而不是說你備戰又要避戰 或者避戰又要備戰等等那些 就是說這兩者做一個對照組 就是那我認為 就是海峽兩岸的和平 如果來靠民進黨的話 那大概是維持不了 那當然靠一個馬英九 也未必能夠維持 但是至少他表達了善意 還有一個講網紅 應該講網紅對象 不是講馬英九網紅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馬英九曾經主持過節目 我也上過他的節目 因為很明顯的就是 湖南書記講馬英九網紅的意思 是說馬英九這一趟記主之行 受到網路上網友們很大的關注 這跟一般的什麼網紅 為了去蹭流量賺錢 完全是兩回事 帶貨的不一樣就是 帶貨完全不一樣 那王天宇這樣子講 其實是親視網紅 我覺得所有網紅公會 應該去抗議 好像網紅就是蹭飯吃的 那之前蔡英文不是都跟網紅合作嗎 找了一堆網紅在幫他宣傳 這些網紅要 你知道民進黨是怎麼看你們的 給你們錢你們就幫他講話 完全不把你們當人看 以為你們是要犯的 我覺得網紅要知道 王定宇是這樣看你們的 一定要抗議 否則的話你們就被人家看不起 那至於說九二共識這件事情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一直陷入說 好像中華民國在1949年 就滅亡了這種謬誤裡面 那馬英九這次去 我覺得很大的價值是什麼 就告訴他們說中華民國還是存在 為什麼中華民國還是存在 馬英九多次講說 我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假設1949年之後就沒有中華民國 那馬英九是在哪裡當總統 所以對岸你業障重 馬英九就告訴你說有 確實是有這件事情 還講到民國的紀念 第二個就是對岸在 就是習近平之前一直 把那個九二共識加到天處 就說什麼 九二共識又把他去跟什麼 一國兩制扯在一起 不然又說什麼 統一是九二共識應有之意 所以馬英九這次去 他不斷的強調九二共識的原汁原味 當然不是講我 就一直不斷的講 九二共識的原汁原味 偷打廣告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對岸 兩岸如果說要和平交流的話 你應該要回到 那個時候1992年搭的共識 不要再加到天處了 如果一直加到天處 兩邊也沒辦法好好交流 所以你看 其實他去是軟中帶硬的 他在那邊用記組做包裝 可是不斷的把我們台灣的立場講出來 包括今天剛剛我們放的那個影片 他跟學生也講得很清楚 根據我們的憲法 就是有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 你們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也是屬於我們的領土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就是一中各表的意義 馬英九現在去就是用行動 在證明什麼叫做一中各表 而這個就是九二共識 就是大家秉除爭議 然後求同尊益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政治基礎底下 大家好好交流 這就是馬英九這次去 那我看那些學生也都很歡迎馬英九 還有包括就是對岸的 他馬英九有見到那些什麼書記們 共產黨的這些高官們 也都很歡迎他 如果這樣的路線繼續下去 大家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好好交流 不就可以促進和平嗎 所以我認為馬英九這次去 是非常有價值的 他帶來的兩岸可以和平的 這種新的路線 相較於民進黨一直要搞仇中 一直要把兩岸搞得拼凶站圍 一直說備戰才能止戰 亮哥說得非常清楚了 你備戰是說 我們已經大到一定地步了 人家很害怕打了我們之後 他也會很慘 這個叫備戰 如果說兩岸的差距很大 你看對岸的 他的國防預算 每一年都是我們十倍以上 這你到底要怎麼打 而且到時候如果打仗的話 戰場在哪裡 戰場在台灣 我們一定要走向這個地步 為什麼不能夠去 謀求一個和平的道路 所以民進黨現在陷入一種 自己做不到 然後又好像 又看不得別人做到那種矛盾心態 很可悲 他哪裡做 全部都對 我們的憲法就是這麼寫的 就是這樣子而已 問題是這一些是 在馬英九出發之前 民進黨認為 馬英九絕對不敢講的東西 可是馬英九中中講出來 你看而且馬英九 是一天比一天講得更多 你看他又講了中華民國 他又講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 又講了我是台灣總統 現在乾脆直接給你上課 告訴你 我們是台灣地區 你們就是大陸地區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他直接就這樣講 所以馬英九這一行叫做什麼 叫做九二共識最佳示範 他就不斷在示範告訴你 九二共識就是這樣玩 我說我了 你們不高興那是你家的事 我還是這樣說 那對岸也展現 就是馬英九講了什麼 他們央視就不報 就是這樣 這些敏感的東西他全部都不報 這就是九二共識 就是這樣子 各說各話 所以馬英九在身體力行 告訴你這是可行的 問題好笑是好笑在什麼 好笑在馬英九其實是相當受歡迎 甚至也受到大陸民眾的歡迎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湖南書記他直接講網紅 他就是真的想說 套一點年輕人的用詞 所以就講說你真的很紅 現在到處都是 都很多人在圍觀你 很多人在關注你 可是我覺得王定宇最好笑 王定宇說網紅是襯飯的意思 你得罪了多少年輕人 你知不知道 是 你搞不搞得清楚狀況 王八千委員 你說網紅是襯飯吃 你在講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民進黨為什麼要這樣講 包括他們的民進黨發言人也好 或是王八千也好 為什麼他們急著要跳出來洗地 因為馬英九戳破了他們的謊言 因為他們過去說什麼 馬英九什麼都不敢 一定要去襯中國大陸 請教一下 王定宇你說 中國大陸要馬英九講什麼 馬英九才能講什麼 馬英九 中國大陸叫馬英九講三民主義無權憲法 叫馬英九講說 我們是台灣地區 你是大陸地區 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這是中國大陸叫馬英九講的嗎 你好意思說 然後卓冠廷 你好意思講 我們自己的憲法都這樣寫 你民進黨是國會多數黨 如果你對憲法不滿意你改 為什麼不敢改 連提都沒提 怎麼了 你們自己不敢面對的現實 人家現在馬英九把現實告訴你 你們不敢接受 不能接受 如果對憲法不滿意就去改 為什麼不敢碰呢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那至於說 什麼 馬英九或蔡英文的新聞 都不如一枝廢廢 我不這樣認為 其實那是民進黨故意這樣講 實際上馬英九的新聞 確實非常多人關注 你去網路上看就知道了 他們故意拐到末角去找一些 似是而非的網路聲量圖 實際上你看這幾天 馬英九的新聞遠遠超過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真的是四處碰壁 無所見數 連去瓜地馬拉都被人家直接洗臉 因為人家說你們就是唯一的中國 人家直接就這樣講了 這是蔡英文最不願意接受的東西 可是我們的友方就這樣講了 因為友方總統講的也是事實 是民進黨無法接受的事實 因為人家建交的是中華民國 不是跟你什麼鬼台灣國 沒有這個國家 所以這就是事實 現在蔡英文走到哪裡 馬英九走到哪裡 其實展現的都是一個事實 我們是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國 九二共四是行得通的 不是你們民進黨的鬼承 這個民進黨大型翻車不要理他 所以他們大概就只能夠 拐彎抹角的想盡辦法 繼續抹黑 比如說你看網紅很明顯 他其實是一個稱讚讚美的詞彙 那果然就像王定宇之流 就看不下去 真的是像以前蘇東坡所說 心中有佛所見皆佛 那你心中是常常跟房東 來蹭飯吃的 那當然你所見所聞 都是別人來蹭飯 所以你還是趕快找你的房東 蹭飯吃吧 那當然他這個講的 可能也都是台灣這些 民進黨網紅 你只有聽民進黨的話 才能夠拿到標案 繼續去做生意 好 順便來看一下 馬英九此行 他是親身的示範了一中各表 兩岸同屬中華民國 這是我們憲法所說的 這甚至是在當時 李登輝所主持的 國家國統綱領國統會議當中的 會議紀錄 李登輝也是這麼認同的 而以前蔡英文身為 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也是這麼說的 那實際上這是憲法所規範 民進黨不滿意 完全可以去修改 他說憲法很難 但其實也不僅是在憲法的層次 在法律的這個層級上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裡面寫的也是一樣的事情 大陸地區跟台灣地區 而且法律有說 因應兩岸統一前之需要 就是我跟卓冠廷在上 綠色政論節目的時候 我就說 這法律層級的事情 民進黨要修完全可以修 當初蔡逸宇曾經要修 把兩岸統一前這幾個字刪掉 但最後他不敢修 他說他是俗辣 對吧 可是你們知道 這在綠色政論節目裡面 這個卓冠廷怎麼回應嗎 他無法回應對不對 最後主持人說 因為他也不是蔡逸宇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來做回應 那是這樣 你們民進黨如果每個人都覺得法律不對的話 憑著過半的本事要修很容易 但至今不敢修 為什麼 蔡逸宇說出答案 因為你們就是一群俗辣 跟沒有種的傢伙 好 那麼馬英九這次出訪 我們看第一個 是北京其實給的空間非常大 對不對 可以讓他講這些話 而且還能夠讓他去參加 湖南衛視的這個寶島記 那是目前影響力很大的一個綜藝節目 兩岸三地的知名的作樂作曲 跟這些影視文化的交流 歡迎大家也都可以來多看 但是因為這些節目往往都要經過審批 對不對 尤其如果真的請到馬英九 來當特別來賓的話 那你想想看 那上面怎麼會同意呢 萬一講了中華民國 對 而且因為這個節目 它不像說你在演講的這種場合 就大概幾十個人 那個場面是上百位 甚至是將達上千名的觀眾 那馬英九講中華民國什麼的影響力 肯定不小 所以北京放行的空間很大 那關鍵在第二個 為什麼可以有這空間呢 因為馬英九有一個重要的前提 就是承認我們都是中國人 在這個前提之下 那兩岸是一家人 所以一家人的事情好商量 宋濤說的嘛 所以你只要承認是中國人 那麼民國 總統 這些事情當然都可以談 為什麼綠營一定覺得馬英九不敢講 因為綠的打從心底 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他們才覺得不能講中華民國 但是現在馬英九已經把 兩岸和平的方法論都說出來了 兩岸承認中國人 對吧 什麼都可以談 最後和平必戰 最後走向振興中華 而最重要的 馬英九這一次去 之所以要多提中華民國這些字眼 其實就是在幫國民黨鋪路 不僅是鋪兩岸和平溝通 甚至是未來的這個道路 更重要是在選舉的時候 過去國民黨時常被抨擊 對吧 親中 矮化 貴 沒尊嚴 但請問這一次馬英九出去 哪裡沒尊嚴 對吧 該講的都有講 而且是身體力行的都做到了 所以就表示的 九二共識這條道路 在未來如果要執行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關鍵就在說 現在的在野黨 國民黨有沒有辦法接下這個球 我們看到不論是朱立倫 或者侯友宜 或其他有流量的這些縣市首長 或者是大咖明星 你們要出來講話 你們要繼續支持馬英九的言論 要說馬英九講得對 對吧 兩岸同屬中華民國 兩岸是有連結的 兩岸是有歷史文化 共同脈絡的 承接著這件事情 然後再抨擊蔡英文出訪 對吧 花納稅錢 可是啥事也不幹 馬英九的道路 未來選舉的時候 才有辦法在2024的時候 讓台灣人投下神聖的一票 做出決定 但目前為止我覺得比較可惜 似乎國民黨還沒有誰 去接下這個球 真的 我是肯定馬英九這一次的所言 以及他的所作所為 我都是感到佩服的 實際上我們的憲法長什麼樣子 我們的國家就必須是什麼樣子 我看到民進黨發言人說什麼 這是馬英九對一個中國的信仰 那請問民進黨的信仰是什麼 民進黨有信仰還是 民進黨的信仰就是利益嗎 那他講說什麼 國民黨應該說明 這是不是代表國民黨的主張 就是馬英九講的東西 是符合憲法 完全憲法長什麼樣子 他就講什麼 政治人物必須參考一下 馬英九這一次的做法 他就是誠實的講完了 中華民國憲法的具體內容 就這麼簡單 你為什麼那麼多人 喜歡偷偷摸摸的 包括國民黨裡面 連什麼中華民國跟中國 都說不出口 這就是因為他們被民進黨 打到沒出席了 我不好意思 我只是說是這樣子 那馬英九示範給你們看 講實話 你不會有敵人 而且你的敵人會招架不了 你今天民進黨的政治信仰 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也想理解 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髒髒的嗎 中國人臭臭的嗎 那很簡單 今年要大選 你們再辦個制憲公投好不好 再辦個台獨公投好不好 剛才冠廷有講到 法律不敢修 說自己是俗辣 俗辣不足以形容 這麼糟糕的行為 辦一個台獨公投 或是制憲公投 讓我們來理解一下 中華民國憲法 或是徵修條文七次的這個憲法 你們是不是真的覺得很丟臉 很可恥 所以來拚一個制憲 如果拚不過這個憲法 連連署你們都不敢提 或是說你們連提案 都不敢提出來 那是不是考慮一下 你們這個總統 還要不要再選下去 今天民進黨的主席 副總統兼黨魁賴清德 還要不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馬英九的這句話很簡單 直接給你將軍了 你要就表態 中華民國就是這麼一個 中華民國 不然翻憲法來變 你真的 想想看 連華爾街日報都直接去給你 這個蔡英文打臉 說這個不如一支沸沸 說蔡英文不如一支沸沸的新聞 因為你就是 他自己也滿低調的 他必須要 因為美國 你要去美國蹭飯吃 套一句王帝宇的話 你要聽美國的話 去美國蹭飯吃 你就是美國人說什麼 蔡英文就只能做什麼樣 蔡英文現在要去美國 蹭飯吃的狀況之下 美國說你是私人行程 他就真的一個人都見不到 但是他見到的一些人 我也很訝異 我們國內跟去的媒體 竟然還沒有報 因為蔡英文在要離開美國前 那一天早上從飯店走出來的時候 他對面 其實是站了好幾個白人 美國白人拉著布條在反戰的 我已經看到這麼一個視頻 但是我們國內媒體一個都不報 美國媒體有報的 是反戰團體 他們國內的反戰團體 白人團體去反戰 嗆蔡英文 我們國內都不敢報 我也覺得很奇特 不是說那個什麼 兩邊的喬社互罵那種 不是 是白人在嗆蔡英文 結果都沒有報 那蔡英文作為一個 中華民國的總統 到美國去蹭飯吃 今天美國還給你限制東 限制西 說你是私人行程 而且該有的規格 對等的全部都沒有 拜登也沒有來接機 你也想太多了吧 我看民進黨的那些政論節目 跟民進黨的那些報紙 我真的以為蔡英文這次去 拜登會去接機 我真的以為拜登會當場宣布 他跟北京美匪斷交 中美副交 我真的以為是 規格如此是嗎 對 是 史上最友好的時刻 有概念 又能夠有這個對等跟規格 展現一個中華民國總統的高度 結果什麼都沒有 證明了真的就像王定宇 講的那個邏輯 他們是照著美國人 要塞進去講的話去講 美國人准做什麼就可以做 美國人不准做的 一概做不成 然後蔡英文就規規矩矩的 去當美國蹭飯吃的一個楷模 把中華民國的尊嚴 踩在腳底下 把他們騙那些 他們用假台獨的那些話 那些怪聲怪調來欺騙國人 跟他們海外那些被騙的假台獨 騙得很慘 所以他們真的對不起中華民國 更對不起台獨跟台灣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動 其實看到馬英九總統 在大陸公開講到 台灣大陸都是中華民國 那是歷史性的突破 而且我跟大家講 這件事影響力非常的大 因為其實在大陸 基本上是不能提中華民國的 就像是民進黨 剛開始我在想說 他在中山林提到中華民國 已經是很不錯了 很不錯 但是民進黨就開始講說 你講的是歷史 講歷史 結果後來他去記輯 我就跟你講兩次中華民國 然後我又說我就是前總統 你沒有辦法再講說馬英九講的是歷史 我以為說基本上到這個程度 已經是很大的成就了不起了 他現在直接在那邊講中華民國憲法 而且講的是台灣大陸都是中華民國 這個立場表述 我跟大家講對於兩岸關係 我認為是有至關緊要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兩岸關係一直卡在一件事 就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成為禁忌 我自己過去我常在講說 要大陸去所謂的對中華民國 一定要採取一個適當的態度 這適當態度你必須要定調 否則的話說真的 當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在所謂的兩岸之間 他變成是沒有一個自處之地的時候 那我跟大家講 那你只剩下台灣獨立而已 所以中華民國其實是 兩岸和平的某個公約數 那我可以理解中華大陸 你現在的國名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我們這邊 就我常在講我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 但我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那同樣在大陸的朋友可以講說 我是大陸某某人 然後我是這個中國人 但我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兩邊其實是有公約數 然後也保持對於雙方 某種程度的一個差異的 所謂的尊重跟包容 過去其實三四十年 是做不到這件事情 但今天他到大陸去講這件事 那我必須給大陸一個很大的肯定 顯然大陸對於馬英九總統到大陸去 提到這個突破性的所謂的一個論述 基本上是給予相當大的空間跟包容 是 沒錯 那這一點的話 讓我們對於說過去真的 這七年說真的 對於兩岸的兵凶戰危 我是擔心到無以復加 但是今天當然不等於馬英九去了 有兩岸就和平了 因為抱歉 因為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覺得這個所謂的兩岸的 這個摩擦的戲碼也不會結束 所以因此 但至少馬英九去 你看到民眾這樣的反應 大陸民眾這樣反應 我又去想到 當時馬總統執政 記得大陸的民眾對台灣的評價 最經典的一句話叫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可是民進黨執政八年之後 已經這句話是不存在的 可是今天馬英九在過去 又讓我看到兩岸之間 實際上大家所謂的非常和樂 非常和善的那一面 我自己心中真的是感動萬千的 那我要必須講 民進黨真的是個不爭氣的政黨 我說真的 你今天稍微有一點胸襟格局 來正面看待馬英九 你做不到就算了 你不要從頭到尾酸 你看看每酸一次自己打臉一次 網友講得太好了 蔡英文去修改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的憲法規定的就是 台灣跟大陸都是中華民國 你不高興 你不爽 你就修憲嘛 沒有關係 我知道修憲門檻很高 明朗一定這樣講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你總可以修吧 你明朗現在過 你這些立法院已經多到 已經是多到不得了的多的時候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開中就是說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你不是講馬區長嗎 你蔡英文蔡區長 兩岸關係條例 你不修你就蔡區長 那你要不要修 立法院多數 我不勉強你修憲 你修憲門檻高 立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就修了 變成兩國人民關係條例 那我也佩服你 對 你就去做 那更重要的是 我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向您開除黨籍吧 好不好 向您開除黨籍 向您的主張就是 廈門高雄是同一個國家的 兩個城市 不就也是謝區長嗎 你不就也是今天 民進黨扣的中共同路人嗎 所以我跟大家 民進黨說真的 到這種程度 我覺得他們也是被馬英九嚇到 他也沒想到說馬英九今天可以 講話到 所謂的天花板可以高到這種程度 然後 所以一開始一旦穿小鞋 我說真的 4月7號我就要看獨派去接機 對不對 獨派不是說 你不敢講中華民國 他不但講中華民國 不但不是從歷史上講中華民國 他還從中華民國憲法去講中華民國 那今天所有獨派的人 你們不要躲喔 我跟你講我那天就去 我就去那邊數人頭 你看你們獨派的人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站出來對不對 你要不要推薦諾言 已經做到這麼大的成就 我真的呼籲賴清德 真的不要在那麼小鼻子小眼睛 跟著民進黨走 你那幾個發言人出來 在那邊亂扣紅帽子 我覺得是不成體統 好好的祝福馬英九 這一次的大陸訪問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 對民進黨比較好的一個表現 我來補充一下羅志祥兄 羅志祥 還沒當選立法委員進入立法院之前 國民黨的席次在立法院裡面 不到三分之一 剩下的三分之二 基本上是民進黨可以控制的 所以民進黨要怎麼修憲 在立法院都能夠通過 而且蔡英文在得票數超過50% 要提到公民投票 也可以很快過關 蔡英文應該要對自己有個自信 這一次馬英九到大陸訪問 的確大陸是有 可以給他比較大的空間 這是大家看得到的事實 馬英九表現非常了不起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人表現 比馬英九還要了不起很多 那個人叫瓜地馬拉總統 他當著蔡英文面前說 台灣是真正的中國 他的意思就是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為什麼不對 蔡英文那個臉色都不敢動 笑容不敢蹭 他應該被嚇呆了 不想該什麼回應 所以你看國外的人 認為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馬英九這一次去 中國大陸有幾層一億 第一個低層一億 季族 他公開就講 台灣人有中國 中國有台灣人 台灣人到中國去季族有什麼不對 這是理所當然 季族的對象也包括我們 國民黨的老祖宗孫先生對不對 國民黨人去不去那邊也不行 接下來一連串的什麼抗戰等等 時機就開始走中華民國的路徑 中華民國就浮出來了 中華民國就浮出來了 馬英九最經典之作 當然是什麼 加碼 趁機解釋什麼是中華民國憲法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大陸上有兩個很有趣的現象 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裡面明白寫的有中華民國 他寫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 不信你查大陸的憲法上有沒有這樣寫 序言上就這樣寫了 你既然你的憲法這樣寫 我這樣講的時候不對 再來大陸上所有的學術機構 有很多很多的著作 都在談中華民國憲法 你們可以研究 為什麼馬先生不能談 當然可以談 只是過去好像有一些無形的約束 大家去都不願意談 這次馬英九去 乾脆把他講清楚了對不對 好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同屬中華民國 在我們的憲法裡面這樣寫 大陸不服氣 不服氣你搜搜看對不對 你的憲法不是承認中華民國嗎 剩下的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以後再討論 各自爭議 所以馬英九的表現 一方面把中華民族的高度 拉上了振興中華的高度 再來把中華民國 確確實實展現在 大陸一般老百姓 而不只是在憲法學者 或者在他們的學者著作裡面出現 這是個好現象 回過頭來 民進黨當然會很驚訝 而且很緊張 不曉得該怎麼回應 第一個他回應說 馬英九你那個一中原則 跟台灣老百姓的認知 都不一致 我不曉得台灣老百姓的認知 跟馬英九不一致 是不是你民進黨覺得這段時間 認知作戰很成功的 結果沒想到被馬英九給破壞了 馬英九是罪魁禍首 回來好好討伐 不過討伐起來事實上也有氣無力 何志偉講說 馬總統搞得像區長一樣 這一點我同意 為什麼同意 因為台灣地區選出來的總統 如果你覺得區長 以後我們就稱呼 蔡英文叫區總統 我也沒什麼意見 至於說 陳廷輝說叫馬英九留在 中國不要回來了 什麼 台灣是你的嗎 台灣是你陳廷輝一家的嗎 還是台灣是你陳廷輝跟郭信良 兩個人在共同經營的企業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講這一點意義都沒有 台灣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家 這有什麼不對 在台灣98%以上的人 都找得到族譜可以從中國大陸來 當然陳廷輝 也許你是南島民族 找不到我也沒意見 我已經叫了大概有六天了 從你那時候來我廣播 我一直叫到現在 趕快 趕快 因為馬英九在這一次 已經把憲法的主導權拿回來了 國民黨已經丟多久了 憲法的主導權全部 就像剛剛蔡世元講的 幾乎三分之二 幾乎一半以上 國民黨有什麼任何的 憲法的主導權 沒有 這一次全部給你拿回來了 為什麼這次不壓上去 我翻遍所有的 先不講這些準立委 這些立委們的論述 志強已經壓上去了 其他的 這些準總統候選人 有沒有在兩岸路上 招招抗有 對 請問其他的 侯友宜 有 他講一個 中華民國是我的國家 台灣是我的家 這個叫兩岸論述 這個是蔡英文的兩岸論述 怎麼現在國民黨的總統們 你的兩岸論述 不趁著這一次打開大門押上去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麼重要 你剛剛講網友 上次哥 這兩天Dcar Dcar這兩天 其實一般不太喜歡講兩岸論述的 連五天發了七篇文章 全部都在講兩岸論述 全部都在討論 馬英九跟蔡英文誰比較猛 年輕人 你下面看到什麼 明差大學 差江大學 一堆人在討論這個 年輕人已經開始關注這件事情 你不押上去 沒有錯 那我不曉得2024 國民黨到底還要靠什麼來選 這非常非常的危險 再加上你會發現 難怪美國一直要進TikTok 你看這兩天TikTok 只要講馬英九全部都標 再加上你看完馬英九的 下一個會推的是誰 你知不知道 馬凱碩 新加坡 對 馬凱碩的論述就是有關兩岸 有關 馬凱碩是最中間的 連馬凱碩都講得非常多的 兩年前 一年前的 現在開始在推 整個熱 整個網路天空 TikTok Dcar 年輕人的世界 只要講到這個都在熱 這時候不壓上去 要怎麼時候才要壓上去 太可惜了 我覺得還有時間 如果真的有至於2024的人 包括立委們都要壓上去 包括你剛剛說的 我說實在的 如果沒有大陸的點點頭 你覺得這些中華民國 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 能過關嗎 怎麼可能 他的點頭是什麼 你要再看整個國際情勢 現在發展到什麼地步 美國對蔡英文的那種壓抑 不讓他特別講出來 對於 中國前一陣子跟習近平跟普丁 一見面 再加上人類和平倡議 我覺得兩個不同的路線 已經開始出現了 我真的要選這次2024的人 你必須要面對的 除了兩岸 就是整個國際的兩個大塊 你要怎麼去看待 國民黨到現在都還沒有 難道你還要留給民進黨 去把他再接回來嗎 我覺得太可惜了 沒錯 我想馬英九這次去大陸 大陸給了非常非常大的空間 大概反應的第一個 他們是非常自信 我想中國大陸對他們自己的發展 對他們充滿了這個戰略定義 所以隨便可以來怎麼樣的瞭解 但是我是覺得馬英九這次 不管是最近的張志忠 前面到中山寧 或者他這次人家重慶很貼心的 把他父母的這些過去資料都給他 馬英九的很多感動很多落淚 事實上都是站在自己的歷史 自己中華民國政統 這當然是占立場 去回顧 去走這麼一趟路 這當然有他的作用 可是有兩個東西 第二個是 中國大陸 中共有他自己的歷史 馬英九到底了解多少 你不一定要認同 你當然從自己的中華民國 或者你自己的成長 你的父母 到大陸緬懷過去很多 可是這過去國共鬥爭 我們這邊都是反共教育長大的 人家中共的世界是怎麼樣 希望能夠開放理解 那是瞭解過去的中共 最近最新的中國到底多瞭解 我覺得這一次他們有帶了年輕人 有大酒學堂 我看有一個叫做張昌義的 講得很有意思 他就說我這次來 我跟一些國台辦一些官員 聊了一些話 就發現說他們講話還滿理性的 還滿友善的 不像過去這樣講到他們就覺得很可怕 我是覺得這個是 我一直期待他們這次年輕人去 能夠跳離過去的苛舊 好好的如此去瞭解 這邊長期就是污名化 然後醜化 對方每個長這個 鮮膜帶高都是妖魔鬼幹 你去理解你就知道 你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重慶袁家軍 說他是最高層級 其實不是 他就是政治局委員 中共還有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 常務委員上面還有一個 黨的總書記就是習近平 他不是最高的 當然政治局委員已經不低了 重慶市有多大你知道嗎 重慶市人口有三千多萬 面積是八萬兩千多平方公里 是兩個半的台灣這麼大 所以他一個事 事實上絕對不輸 一個台灣所謂的號稱一個國 我看過他們有一些縣委書記 如果比較厲害的 其實我們這邊的一個部長級的 都未必能夠勝過他們 所以他們這次年輕人去發現 我又一接觸發現人家格局 談賭很多東西跟原來的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才剛開始 這一步應該更多 應該更深化 應該更如此的去了解 你看這個看照片 這都是緬懷過去 表示戰意 表示歷史的銜接 不要完全的排斥 不要完全的否定 但這個不夠 一定真希望他們能夠往前跨一步 去如此了解 該批評的該批評 該認可的認可 可是光這樣子 他這一次你看綠營用多高的標準 給他穿不少小鞋 可是我是覺得這一次到目前為止 馬英九不但沒有犯這個重大錯誤 還立了一些功 特別是中共給了這麼多相對的空間 綠營都打到棉花上面 而且不是打到棉花反彈回來 讓自己滿臉豆花 剛好這個很多酸言酸語 很多不恰當的言論 更襯托了馬英九這一次的成功 所以我說綠營這一次 大概有點不知所措 然後語無倫次 不足所云 這個事實上也是他們自己的去承受的 所以更不要期待說 如果他們知道馬英九這一次回來 真的打開他們的視野 更看清楚中共的 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真相 綠營的我真希望他們 也拋開成見 你看看這些批評 包括他們什麼謝佩芬這種 都還是在台灣的反共教育 什麼叫做 不要讓我們的民主夥伴誤以為 我們現在全世界剩幾個民主夥伴 真正全世界多少跟中共建交 還擔心馬英九這一次 會讓我們的夥伴誤以為 蔡英文自己在瓜地馬拉 人家那個總統當面說 支持一個中國 你都搞不清楚 都不敢把話講清楚 你還在苛責 還在用一種不恰當的尺度 要求馬英九 像這種發言 真的就是自負其短 真的是給自己找難看 給對方爭光彩 但我是覺得說總的來講 後面有一些行程 重慶之後後面 我再講一遍 重慶有多大 我們在台灣 我們就搞不清楚 那更何況 他那個國家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應該是如此去了解 所以這次馬英九打開一扇窗 希望我剛剛講的 不要只是緬懷過去 不是只是街上舊的情感 希望能夠更如實的去了解對方 包括過去 包括現在 國共這個鬥爭也是個歷史 在那個大時代之下 大家都是為了所謂他們的國家好 那到底選擇哪一條路 各有自己的選擇 那終究到了兵龍相見 成敗 大家已經見得真章 那最後現在兩岸到底該怎麼結束 這是個大災問 那綠營的這個態度 綠營的這個立場 完全接受美國的這一套 到底能否台灣帶出一個好的未來嗎 不管怎麼樣 先如此了解中國 從馬英九這一次 包括很多藍營的 很多所謂外省人 都被這邊扣帽子說統派 這些統派我的看法 根本不了解中國 根本自己被扣的帽子 他常常自以為很了解 你看馬英九很多表現 都在過去舊的情緒 真應該好好的把這腦袋 腦洞大開一下 好好去如此了解 新的中國是怎麼樣的 這個我不曉得我們 所有的觀眾朋友 有多少人還記得 張志忠將軍的 這個殉國的事蹟 那因為我自己沒有小孩 我也搞不清楚 現在的這個年輕人念的課綱 抗日的這一段到底 這個歷史 我們現在的課綱到底有沒有交 這也不知道 這個課綱是馬英九他8年總統 對我們國家最大的 他應該要檢討的地方之一 就是國民黨那時候完全執政 沒有把陳水扁民進黨 篡改的課綱改回來 然後就一直延續到今天這樣子 就整個歷史就變成這樣子 這非常非常的遺憾 這個為什麼馬英九會掉內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 不管是在南京大屠殺的 這個紀念館 或者要紀念到張志忠的 這個將軍的墓前 這個致哀 這個是大陸在紀念 這個張志忠將軍 當年他殉國的時候 這個蔣介石跟這個毛澤東 兩個都覺得非常的震撼 因為他是被日軍包圍 這個血戰殉國 這一段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當年就是以前的時候 我們還有電影叫櫻烈千秋 還拍這個抗日的電影 現在沒有 現在台灣沒有這種電影 這個也感謝民進黨 民黨幹的好事 就是全部都把它一刀切 切得掉嗎 切得掉嗎 我們台東有制航空軍基地 為什麼叫制航 為什麼 那也是我們當年抗戰的時候 高制航 不然為什麼叫制航 這個是切不掉的 我看民進黨 你們繼續切好了 你看這個多可憐 這是自由時報說 馬英九犯的內亂跟外患 趕快把馬英九關起來 馬英九下禮拜就回來了 把它關起來 好不好 你就去辦馬英九 內亂跟外患 之前跟大家講說 馬英九講的這個 他那時候是在南京的 總統府講這個 這種認知作戰 到現在還有人 馬英九當過這個 那個是個假新聞 馬英九根本不是這樣講 可是在各種媒體的渲染 跟污衊 馬英九他當過這個 他根本不是這麼說 可是大家就是要 各種的這種渲染什麼 這我也很遺憾 你看這是陸委會 陸委會跟馬辦這種的 我就比較不願意口水戰 陸委會說這個 互不隸屬是核縣 這個就需要憲法大辯論 就是說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真的核縣嗎 請觀眾朋友看下面這邊 這是民進黨的立委 不是何志偉 何志偉相對比較理性一點 他說馬英九就是亞努科維奇 大家趕快Google 亞努科維奇是誰 他是烏克蘭的前總統 那就是在哲倫斯基的前一個 如果說亞努科維奇 馬英九是他的話 所以蔡英文就是哲倫斯基 所以我們就是烏克蘭 照你這意思不就這樣子嗎 我們就即將變成烏克蘭 因為馬英九是亞努科維奇 蔡英文就是哲倫斯基 我們就準備變烏克蘭了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就是民進黨要告訴我們的 所以我延續剛剛鄭老師講的 我就說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要面對綠媒 你看自由時報怎麼批馬英九 他說馬英九因為現在人在重慶 之前他們講說馬英九這個叫 抗日之旅 抗日 自由時報的總編 你說馬英九你這個是抗日之旅 這些地方你到大陸去 大陸很多的地方都有這種抗戰的 雖然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見過 那他們 你說那馬英九就是抗日嗎 可是這是歷史 那怎麼辦 那歷史我們要把它一刀切 就把它忘了嗎 馬英九到了南京 他不去看大屠殺紀念館 他到了重慶 張志忠 為什麼會站這裡 因為他那時候是殉國 所以國民政府那時候 把他的這個大體遺體 把他搶回來 國葬 所以才葬在那裡 他說這時代 所以翟宣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我希望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當然現在不曉得是誰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你如果要跟著民進黨那個 調調走 我會非常的遺憾 我希望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把馬英九在大陸 各個地方講過的這些東西 再講一遍 因為你是要代表國民黨選總統的 把你的路線講清楚 我也特別期待如果明年 明年國民黨如果能夠拿回執政的話 這些該紀念的 該去重視的 一定要把它撥亂反正回來 這一趟馬英九的確 整個走起來 他的主軸定調叫做 叫祭祖 但是我們實質上發現 裡面太多太多政治的語言跟動作 但是我先不講說這些政治語言 但的確在中國 他有受到部分的一些歡迎 那也展現他很高強度的人位 畢竟是民選一票一票投出來 曾經當過市長 曾經當過中華民國我們的總統的 那這個人位有展現出來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用更佛心一點的態度就是 好多人在幫中華民國 幫台灣講話 都是好事 那我看到馬英九一再又一再 在那邊哽咽 然後流眼淚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有一些做法 如果我是他身邊的人 會跟他講 再把格局再做高一點點 再做大一點點 不管是抗日還是怎麼樣 這個張自忠 他是在二戰時期 陣亡的最高級別的一個將領 當時候最後一戰 就是他身亡的那一戰 是他在2000個人大戰4000位 兩個打來打去 他為什麼會受到這麼高的尊榮 當然第一個 敵死不從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他有一個巴不打 他軍棍 他以前當兵的時候是可以體罰的 他說長官生氣的時候不可以打 士兵太勞累不可以打 新兵不打 粗飯不打 有病 累到 惡到的不打 還有甚至是太難過的時候都不打 我覺得其實如果馬英九 我們的前總統 他可以看看其他的國家的前元首 打比方說像是安倍晉三 打比方說像其他國家的元首 他其實每一趟每一趟都可以發一些聲明 甚至是發一些新聞稿出去 我認為這一趟如果說他定調叫記足 之後他可以把層級再拉高一點 期待中國可以放棄武統 期待解放軍可以不要這樣子 把飛彈對折台灣 甚至前總統出訪去記組的時候 一樣十幾架十幾架的軍機在飛 甚至他的軍艦一直跑過來 其實我們覺得說會有一個某種不安全感 所以我認為如果可以的話 我確實有一些人是反彈的 但是他如果可以真正真正 讓這個對岸的人知道說 珍惜台灣的民主 珍惜台灣一票一票投出來 票選出來的立委 總統 議員 里長 這些才是兩岸真正應該要來守護 守護和平 守護這個民主的制度 尊重台灣 大家對於民主的渴望跟嚮往 馬英九他的新城已經接近了一個尾聲 那麼其實在馬英九這一行裡面 其實如果你看大陸方面的 網路上也有很多人在酸他 有一些小粉紅也在酸他 可是你可以看到馬路跟網路有很大的不同 在馬路上顯然馬英九受到很大的歡迎 他除了在重慶之前在南京 也是一樣萬人鑽動 就是他好像都得到 這個大陸的很多人民的 這個大家可能因為好奇 然後對他非常有新鮮感 好 那回到馬英九這一次的 這個訪問的他的意義 因為我知道他在4月7號禮拜五 他會回到台灣來 那麼現在一些像激進黨 他們已經準備要去接機 我想這個接機恐怕一定會有一些 政治或選舉的動作 那我想不像是當時講什麼台派獨派的教授 要去接機 我想是不懷好意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的部分也有一些人會去接機 那也就是等於說 至少肯定了馬英九在這一趟 他所堅持中華民國主權 還有他有堅持這個尊嚴的這一部分 那馬英九在這一次的大陸行 他的聲量跟聲望 事實上都是比他去之前是要升高的 那我覺得馬英九在這一次 他有幾個我覺得是一些歷史性的意義 比如說他講到和平還有避戰 那另外他也對他的所主張的 九二共識做了一個詮釋 也就是說九二共識就是雙方互不承認 也互不否認 一中各表 針對一個中國原則部分大家互表 所以馬英九一直在講說中華民國 而且他的說法不是把中華民國 放在一個歷史的時空背景而已 他事實上是告訴大家 中華民國的存在是一個IMG 是一個現在式 在他這個好幾次的談話都是如此 所以他對九二共識對中華民國的存在 都已經做了非常主動 而且清楚的詮釋 好 那所以接下來 我認為馬英九回到國內之後 那麼對國內的政治環境 會有一些牽動 因為這個還要去對照 蔡英文他這一次的 美國的過境行程 當然要看他 應該是明天早上的凌晨 他跟那個麥卡錫見面 那中國大陸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那麼這個界面會有什麼實質的聲明 我個人不是預期有什麼實質的聲明 過去我們進口的萊豬 結果有換到什麼FTA嗎 我們裴若曦來台灣 我們有換到什麼IPEF嗎 這個美國倡議的 這個印太的經濟架構 我們也完全都沒有請我們去 然後搞一個現在什麼 21世紀的台美貿易倡議 現在到底簽還不簽 也都不知道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形勢重於實質的 好 那相對的馬英九回到台灣來 我說為什麼他會有一些作用 第一個 就是對於國民黨的兩岸路線 我認為他會有一些牽動的關係 大家一定會問 因為馬上我們的總統候選人就會出來 那總統候選人能不能認可 會不會蓋瓜承受馬英九的兩岸路線 第二個就是這個新加坡媒體 現在越來越多人說 那這樣看起來 馬英九是可以再選總統了 那說實在我必須講 這個對於未來國民黨的總統的大選 事實上是增添了一些變數 因為感覺上我們好像一直都沒有一個共主 也就是說當民進黨都已經是 定於一尊的狀況之下 如果國民黨除了侯友宜 除了郭台銘 現在在大家說 馬英九是不是也應該把他納入民調 那我覺得我們大概沒完沒了了 那所以他會牽動一些 我們未來在整個國民黨 總統大選裡面 不管路線和人選 當然我希望越簡單越好 那麼我們的論述 能夠越明確越好 那最好是包含我們黨中央 還有候選人 特別在兩岸的路線上 大家要取得一致的共識 否則的話 雙頭馬車或者三頭馬車 只是會讓事情越來越紛亂而已 剛剛燕營說 馬前總統在大陸的人氣很高 這一點我是比較保留 因為觀眾朋友你要了解 絕大部分的大陸同胞都是非常友善的 如果燕營你到重慶 上海 一定有很多人說你很漂亮 歡迎你到那邊 我跟你講 一定 也會這樣給我歡迎就是了 絕對沒問題 我也要跟大陸同胞講說 其實絕大部分的台灣同胞 也是很友善的 你不要去在意那些很偏激 很極端的那些人 你不要被他們影響 所以大陸的網友你們翻牆了 就不要去看三明治 你不看三明治 台灣是美好的 好不好 你不要被那些 那些很奇怪 那些綠營的人影響 不要被他們左右 絕大部分的大陸同胞 跟台灣同胞都是非常友善的 所以你說馬前總統 收到熱烈的歡迎 我一點都不意外 我覺得很正常 上海進 上海出的行程 如同剛剛王宏威委員講說 已經進入尾聲 我是覺得比較可惜 為什麼這樣講 觀眾朋友在2015年 馬英九跟習近平 有個馬錫會在新加坡舉行 一天 當天大家就往返了 一天的馬錫會 已經是2015年的事情 隔了這個8年 大家就忘了 馬英九去12天 去登陸記組 眼看著後天他就要回台灣了 是不是也就 就結束了 所以我說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我相信馬英九 他當了8年的總統 他又看了蔡英文這樣執政之後 他對兩岸 對這些東西 我相信馬英九很多東西 他是後悔的 就是後悔他在總統任內 沒有做的 沒有做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你說把馬英九 放入民調 或是馬英九個人意願 或者說他像巴西的 魯拉總統一樣 巴西的魯拉總統 就是之前當過8年 後來他還入獄被關 然後他又重新當選總統 但我倒是要講說 國民黨的兩岸路線 剛剛王宏委員 因為他比較有束縛 他不方便講的我來講 就是說這個國民黨的失敗主義 很可憐 就國民黨在2016 2020 兩次總統大選失敗之後 既然國民黨裡面 有人去質疑九二共識 去被自由時報牽著鼻子走 我想說你們為什麼 不多看中國時報跟聯合報 你們看自由時報幹什麼 你要加入民進黨 你要加入民進黨 你就多看自由時報 你有什麼毛病嗎 朱立文在美國講什麼 國民黨從來不是一個親中的政黨 你的黨名叫做中國國民黨 你不親中 那你親誰 朱立文你有什麼毛病嗎 朱立文說九二共識 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馬英九這十幾天 大陸在講什麼 對不對 所以觀眾朋友 再過幾天 郭台銘剛從美國回來 柯文哲再過幾天要去美國 我們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 包括蔡總統 剛剛王偉講說要跟麥卡錫見面 我們都把重點放錯了 這些年來 我們的這些藍綠的中後年 都把美國當成是重點 其實我們真正的機會跟威脅是誰 當然是大陸 對不對 馬英九可以到大陸去參訪 我鼓勵柯文哲 郭台銘 朱立倫 你們現在沒有公職再生 你們都可以去 對不對 你們都可以去大陸走走 去馬英九的路線再走一遍 或者你到華北 到北京去哪裡 去走 去看看 但你們真正的問題是在這裡 怎麼每天到晚 一天到晚 要到美國去什麼面試什麼 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們 觀眾朋友 我的結論很簡單 我們的2024的總統 他必須要做的問題是什麼 他必須要解決的是 我們跟大陸的問題 當然美國的關係也很重要 可是美國沒有把飛彈對著我們 不是嗎 美國有要統一我們嗎 有的話跟我講一下 沒有 所以我們要趕快跟大陸坐下來談 馬英九這一次為什麼會 很像馬英九去 很像整個人氣都 這個整個都灰針起來 為什麼 所以國民黨一定要把握出 這一次的機會 我不是說馬英九要來去選 2024的總統 而是國民黨應該把馬英九 當成一個資產 他在大陸這十幾天 來的累積的東西 如果能夠讓國民黨 在2024總統立委的選舉所用 滿久這一次去才值得 我覺得因為這一次 他其實是由福建海事局 來做這樣一個宣布 看起來其實他這個海事局 有點類似像我們這個 所謂的海巡單位 當然我覺得他這個做法 第一個是要降低 所謂在軍事上面 看起來比較直接這樣一個衝突 跟對撞的一個感覺 由這個比較第二線的海 因為海巡基本上 像海事局也是一個執法的單位 只是他比較偏向就是說 第二線或者是比較 OK 你也可以講說 比較內政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認為當然 大陸也在衡量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力道 要到什麼程度 但我覺得對台灣的民眾來講 當然不希望你有這些 這些所謂的衝突 或者跟這個所謂的這個 我們用挑釁這兩個字好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大家是不樂見 但對大陸來講他試圖 大陸他試圖要去做一個展現式 他既然把前面的話 都講這麼重了 他要不要有所回應 那會不會像上次一樣就是說 在打飛彈 我認為當他今天開始出來講說 他要在這個所謂的台灣海峽 進行聯合巡航的這樣一個事情 我認為可能在軍事的部分 會降得比較低 那會不會有其他的方式 我認為這個後續要再觀察 那其實我很多年前我到過上海 那我也住過和平飯店 我認為對很多人來講 和平飯店是一個象徵 所以這一次這個馬英九 如果他真的到了和平飯店去 我認為可能對馬英九來講 會有一些不同的意義 為什麼 我們過去兩岸的交流 其實都是在民間的層級 這就是您剛剛特別提到說 兩岸的孤王會談這一些 可是到了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事實上他把這個所謂的 民間會談的層級 往上拉高到官方的會面 而且其實就把兩岸的部分 從一般的民間交流 變成官方正式的接觸 我認為在那個當下 其實是兩岸關係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 這個突破其實也會變成就是說 你很難再回到所謂的民間交流 我覺得交流是一回事 就是說兩岸所謂的事務上面的談判 還是必須回到官方裡面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 在馬英九的時候就定調 你很難把這些所謂的官方事務 再回到有民間兩會 大家自己下去 用民間的方式來處理 我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這能不能代表 就是說馬英九這一次去玩了之後 就讓大家 我認為期待回到官方的接觸是 應該要有的 但是我反而會覺得 就是說對國民黨來講 馬英九的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他這一次的言行 或者他有一些狀況 代不代表國民黨未來 在兩岸裡面的路線跟政策 因為馬英九自己本身 其實因為他不選舉 他目前沒有選舉 他也沒有所謂的正式的身分 是譬如說國民黨的黨職或什麼 他大概都是用一個前 譬如說前總統或前主席的身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國外的媒體 甚至講說馬英九是不是會再回來 去擔任什麼國民黨黨首席或是怎樣 我認為可能有些人 有些讓一個期待 可是對國民黨本身來講 現在我看到多數國民黨的朋友 還是比較把它定調 就是說馬英九在大陸的 這一次的這個狀況 是比較定調在個人的部分 也就是他個人有一些言行 有一些他的這個思想 或者是什麼 我認為對國民黨來講 這個部分還是在這個階段 會比較先切開的一個狀況 真的會比較全裸 在中國的主席 我不是很自然的